陈建州那伙人私下玩挺大呀 台湾主持人沈玉琳在节目上爆料 陈建州曾拉他进一个分享动作片的群组 名字叫霍元甲群 里面会经常分享一些最新的资源 这个群组是演艺圈最大的暗黑群组 而且是绝对不能公布组员的那种 群里有三十几个明星 一个比一个大开 这个名单一旦要公布出来 整个台湾娱乐圈就会直接消失 因为有最新的一些户友 那我不是只有一步两步 十几二十步三四十步一百步步 每一个人他只要一上线 两分钟之内全部一读 我不能公布有哪些组员 我只能公布我的上线 就是谁介绍 因为你是我介绍入群的啊 谁介绍我入群 陈建州介绍我入群 那谁又介绍陈建州入群 你只要想看陈建州有哪几个好朋友 再去想就知道了 那么拉陈建州进群的朋友 你猜是纯净水男孩 还是朱碧池 还是曲线姐妹花呢